我决定还是要给你写封信 上次写信还是高中 你转去寄宿学校的时候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杭州的樱花又开了 真的很希望能和你一起 再看一场樱花雨啊 虽然写信没有手机那样方便 但总觉得写在纸上的文字 一笔一画间都会经营更多的情感 信件里的想念和期盼 可以跨越距离的沟河 在传送的时间里慢慢发酵 还记得一起去动物园的那个暑假吗 我以为还会有这样的夏天 但是即便那么近 建议你比意想得要远 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见面了 在杭州的这两年 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朋友 在一座城市里 没有熟悉的人 感觉住多久 都会觉得他是陌生的聪明 不过只要听听以前我们一起听过的那些歌 我安徽在一些瞬间 有时光倒流的错觉 觉得还是十七岁 觉得你还坐在我旁边 我买了两台冒往响音箱 听歌和收广播 都是可以的 寄一台给你 不知道你现在还怕不怕黑 睡觉前如果太安静 太黑的话 打开它 至少会有个温暖的声音陪着你 有机会的话 再一起听首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